今天我要教你 三款男生的清爽髮型 分別是短髮睡蓋 跟微分睡蓋 以及短髮油頭 嗨 大家好 我是Justin 我上週剛剪完頭髮 現在覺得非常清爽 那有些人都會私訊我說 欸 你都多久剪一次頭髮 那你都怎麼剪 我一般都二到三個月 才剪一次頭髮 那我有算過 以2023來講 我總共只見了我的設計師 五次 算是非常稀客 這也算是會整理頭髮的好處 不用常常跑髮廊 不過設計師可能不太會喜歡我這種客人 因為根本沒什麼鑽頭 像我這顆是今年的第一次剪髮 那現在是三月初 設計師下次看到我 可能會接近六月了 那我都怎麼剪呢 那畫面中你可以看到 我是習慣把內層給推掉 像這樣子 把內層給推掉 長度大概會留在4分到6分左右 那上面頭髮就讓它蓋下來 像這樣子蓋下來 上面的長度來講 我至少會留8到10公分左右 那留海的長度就大概是在眉毛處的位置 我現在就等於是剪完頭髮 完全沒有造型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我怎麼剪的話 那給你參考一下 好啦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今天我要來分享三款男生的清爽髮型 雖然我們現在剛剪完頭髮 算是抓髮的甜蜜期 其實髮蠟隨便抹都好看 但我還是有一些小細節 可以跟你來分享 來確保你的抓髮可以更加細緻 好 首先我們今天要幫頭髮做打底 所以先拿出我們的高壓噴水瓶 先把我們頭髮打為濕 直接打濕 先把我們頭髮打為濕 如果你要直接用水龍頭也是可以啦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建議去買一罐這種高壓瓶 會比較好用 大概像這樣子的濕度 重點是裡面一定要濕 不要久外面濕而已 裡面一定要讓它充分吃到水分 那我今天打底的產品會使用這一罐 Gatsby的黑瓶 這罐不論是打底或塑形都非常好用 那我們現在頭髮其實算很短 所以打底也不用真的使用太多的量 大概先抓這樣的量就好 好 把髮泥均勻的塗抹在手上 手指要伸進去頭髮裡面 充分的幫頭髮做打底 你可以左右來回波動 要確保大部分頭髮都有被你摸到 後面也是塗抹均勻之後 拿出我們的吹風機 我今天要教你們一次怎麼吹頭髮 其實我們男生抓頭髮 是從吹頭髮開始 你頭髮只要吹得好 就可以把頭髮抓得更加漂亮 那吹頭髮有兩個重點 第一就是我們頭髮不要向後吹 不要向後吹頭髮 因為這是逆髮流的 我們的髮流生長是往前的 往前才是頭髮一個自然的方向 那所謂的往前不是叫你往前吹 不是像你這樣往前吹它 這樣吹出來也不好看 所以第二個吹法的重點就是 熱風一定要送進我們髮根裡面 我們要讓髮根蓬鬆 並讓頭髮往前的一個狀態 這樣吹出來頭髮才會漂亮 我吹給你看 把熱風送進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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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人可能會想說 怎麼賈斯汀常在講說 要把熱風送進髮根 到底是什麼意思 打開你的手掌 橫向進來之後 把它掀起來 有沒有看到白白的部分 白白的部分就是我們的頭皮 所以就記得你要把風送進去白色的部分 那就會是我們的髮根處 你看 把熱風送進去白色的部分 那就會是我們的髮根處 這就是所謂的把熱風送進髮根 你就一層一層下來 我們從最上面開始 掀起來 把熱風送進髮根 掀起來 把熱風送進髮根 掀起來 把熱風送進髮根 側邊也是一樣的意思 把手指插進去裡面 掀起來 熱風送進去髮根 把它蓋下來 這邊也是一樣 手指伸進去頭髮裡面 掀起來 熱風送進去髮根 把它蓋下來 這邊也是一樣 吹一下髮根 把它蓋下來 那吹好的方式還是邊抓邊吹 會最自然 抓起來 抓起來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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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大致上已經把頭髮吹得差不多乾了 那你可以看得到 打完底的頭髮變得非常蓬鬆 它的塑形力是很不一樣的 你如果適當的打底 再加上正確的吹法 它吹完的頭髮 其實已經很接近昨晚頭髮的模樣 這就是打底的作用 增加頭髮的蓬鬆度 增加髮束感 然後讓頭髮變得更輕盈 更好造型 那我今天第一款要展示的是 短髮睡蓋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很接近成品啦 不過我還是會再上一點點造型品 來增加一點點髮束感 那因為已經有打過底了 所以量也不用太多 大概先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可以用搓揉的方式 搓揉 稍微搓揉一下 去增加一點點髮束感 側邊的頭髮 盡量往前撥 會比較順你的頭型 這邊也是一樣 往前撥 讓它走一個往前的方向 這樣會比較順你的頭型 後面的頭髮要膜 這樣才會一致 最主要就是要把上面的頭髮 做出一些穩理感 髮束感 像這樣的感覺 這樣你的睡蓋看起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 今天的第二款髮型 就是微分睡蓋 那微分睡蓋就是要撥開嘛 那我今天教你一個方法 讓你這個微分睡蓋 可以做起來更加精緻 首先先伸出你的兩根手指頭 兩根手指頭對準我們鼻樑處的位置 直指的往上梳 往上梳 好 這樣剖分就剖開了嘛 這時候頭髮 用手拎著 把它折出來 把它折下來 把它折一個彎像這個樣子 這時候手不要放喔 如果你手邊有定型翼的話 你可以參照我這個方法 拿出你的定型翼 在這個地方 給它噴一點點定型翼 像這樣子 噴些許定型翼 然後拿出吹風機 開熱小風 加熱這個位置 好 加熱一下下之後拿開 讓它靜置一下 手再離開 有沒有看到 它這樣就定型了 就形成了一個拱度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微分造型 這邊拱度一定要做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整理 剛剛被吹斷的頭髮 稍微剝 順一下 那你後來這邊的髮尾 如果你想要做寒溪點的感覺 那就是把它往中間挪 把頭髮往中間剝 做出一個內彎的感覺 那如果你的頭髮很硬 撥不過來 也沒關係 那就拿出吹風機 我教你 假設你這邊很硬 凹不過來 你就用手指 把它凹出一個內彎 吹風機加熱 冷風定型 靜置一下下 再把手放開 那理論上就可以比較有一個彎度在 我撥一下 有沒有 像這個樣子 它就比較有內彎的感覺 接下來我再取一點微量的造型品 來鞏固一下 我們剛剛這邊做的這個膨度 抹一下這邊 讓這個拱度不要跑掉 髮尾的部分也可以上一點點 上一點點 然後再看有沒有哪裡 你想要再抓一點髮術感 好 那我們今天的第二款髮型 微粉碎蓋 這就算完成了 也是非常清爽的感覺 給你參考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今天的第三款髮型 一款短髮油頭 一個類油頭的感覺 那首先我們需要重新吹髮 所以我先把前面的頭髮給打濕 就打濕前面的頭髮 就打濕前面就好 因為我前面要重新塑型 前面的部分就好了 好 那一樣拿出我們的吹風機 那這顆頭的吹髮的重點呢 是把我瀏海給往上吹 不是往後 你不要想說要抓油頭 就整個都往後吹 我今天是淚油頭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後面的頭髮 一樣是往前的方向 我只需要瀏海往上 我要露多點額頭出來 那為了不破壞後面的髮型 我今天教你一個手勢 打開你的手掌 把後面的頭髮擋住 然後用手指 把前面的瀏海抓起來 這樣子去吹 這樣就不會破壞到我們後面的髮型 我吹給你看 抓起來吹 擋住後面 你看 後面就不會被吹亂 擋住後面 把前面抓起來吹而已 把前面抓起來吹 我把瀏海的髮根處 給吹蓬鬆起來 把瀏海抓起來吹 抓起來吹 抓起來吹 好 大概像這樣的感覺 把瀏海給吹蓬起來 但是後面的頭髮 沒有往後吹 我只是把這邊吹起來而已 有沒有 把瀏海吹起來而已 接下來我再上一點造型瓶 好的 一樣均勻的磨在雙手上 用手指 撥出一點髮術感出來 撥 撥 撥髮術感 撥 像這個樣子 往後撥 但是不要真的往後撥 挑出一些髮術感起來 那其實我們剛好打過底 所以現在頭髮還蠻好抓的 把後面的頭髮 抓出一點髮術感出來 去捏一點髮術感出來 可以讓它飛一點 我喜歡這個淚油頭 讓它抓起來有點刺刺的感覺 就像刺刺的 有一點飛的感覺 瀏海往上 有沒有 像這樣刺刺的飛飛的 調整一下 那你可以抓一點髒髒區下來 沒關係 在這邊 看起來比較瀟灑一點 瀏海的頭髮 是往上帶 並往左右兩邊分 但後面的頭髮維持一個往前的方向 你只是要去抓出一點髮術感而已 它其實並沒有真的往後背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少抓那種傳統的油頭 我比較喜歡像這種自然的油頭 就不像傳統油頭把它梳得這麼整齊 你看我也沒有把分線做出來 就看不到分線 可是有點頗分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第三款 一個短髮類油頭的造型 大概就像這樣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露額頭的話 這款髮型推薦你參考一下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 我是Justin 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幫我按讚 訂閱下來開啟小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